大家好,我是多多 多宝宝今天又洗澡了 洗完澡出来多宝宝可以打个果果 这给多宝宝好顿吹 吹了半天多宝宝觉得都热热的 就我一趟沙发上赶紧来蹭一蹭天一天 妈妈怎么还跟过来了呢 那也不好是 多宝宝一会儿就欺负你的沙发 妈妈还说沙发都让多宝宝挠了呢 那可不管 多宝宝就是要挠就是要挠 多宝宝这会儿就不看妈妈了 然后就挠沙发挠沙发了 他再一说多宝宝就藏起来 多宝宝就换一个方向 看多宝宝的小赖品样 是不是拿多宝宝一点办法也没有 洗澡了洗了好几个小时 多宝宝中间都洗睡着了呢 多宝宝都累累着了 妈妈咋不会多宝拿好吃的呢 洗完澡了之后 多宝宝每次出来都得挠几个果果 然后上沙发上淘气一发 这会儿多宝宝觉得热热的 准备休息的时候 妈妈说看他这一身毛 给多宝宝脱压毛 他都赶上穿毛衣了呢 多宝宝不听不听就是不听 那多宝宝不想洗澡的 你非得给多宝洗澡干啥呀 看多宝宝 看都不看你呢 要是再说的话 多宝宝才起来欺负你的床 要是再说多宝宝就换地方 这会儿只不过多宝宝觉得有点累 可是妈妈在这叙叙叨叨的 多宝才不听呢 看多宝宝把你啥子全挠了 把这门也给你挠开 妈妈还说多宝宝淘气 多宝宝就是不听 怎么都不好使 每次洗完澡打个滚 我才觉得舒服 这样才觉得好玩呢 妈妈还说多宝宝就是长不大 不过看着多宝宝这么淘气 妈妈就可开心了呢 妈妈觉得这样的多宝宝才有活力 才像一个小宝宝 长不大的感觉呢 洗完澡了之后 多宝宝一身轻松的 洗澡的时候 妈妈就像按摩一样 多宝宝其实挺舒服的 就是洗完澡出来 总觉得不打滚就少点什么 多宝宝在家里一顿闹腾 之后多宝宝就累累了呢 这会儿多宝宝就不动了 多宝宝准备在沙发上睡个觉着 妈妈也不用看着多宝了 多宝要休息了呢